小云 小云点人 我咋听过了 被扭杀的那个人后台很强硬 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我都跟你说过了 让您于是别那么冲动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你忍忍不行吗 忍 你叫我怎么去忍 那种祸害老百姓的王八蛋 四一百四都不够 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就不是误杀了 我直接躲开 你看你 还是这么能逞强 你想没想过 如果你要真出点什么事 那我该怎么办呀 小云 听我说 等我走了之后 千万不要来找我 如果有人问起来 你一定要说不认识我 等风声过了 我就回来接你走 你不要回来 这太危险了 听我的话 我走之后 你乖乖地回去 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知道吗 看不见你平平安安地离开雪里 我是不会走的 小云 你等我 两年 我肯定会来接你走 等 十年 二十年 我都等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要再这么冲动了 小云 小云 我离开之后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记得 我展示里这辈子 只认你是我的女人 警方还没有透露 此次故纵行动的部署计划 好 据了解 公司局团董事长詹世离先生 已经被警察押押超过十八公斤 在此期间内 警方并未至外宣布当前案子的静感情报 金林又不在是吗 不在 我改主意了 金林是怎么让你陪我的 我会被拒绝了 我 我 我 你 你 请进 长官 报告长官 随心任愿意去准备就绪 请解释 记住 防弹衣一定要穿上 跟随的护士小姐 也帮她准备一套 是 等一下 如果途中遇到有人追车或缆车 尤其是脸谱 一定要立刻汽车逃离 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是我唯一的命令 明白吗 是 长官 穿上吧 速度快点 能不能告诉我 这次到底是什么任务 为什么还要穿防弹衣 这事关机密 我实在法告诉你 来 你去那儿 赶紧把它换上 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安全的 快呀 快 蔡警官 那个 你看 我这不刚答应了 简子要照顾好她父亲吗 这下张老爷子马上就要去新加坡治疗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跟着你们上车 只要张老爷子平安地到达机场之后 我马上就回来 我保证 我这一路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 帮帮忙忙吧 这事我真的无法决定 你去问林警官吧 我现在上哪儿找林警官 唐小姐 让你上市这件事情我真做不了主 况且这太危险了 林警官他也不会答应的 我知道你心境善良 但你要分对事情跟人 暂时李他 不值得一个同情 不是这样的 其实 其实我内心特别过意不去 张老爷子出这个事 我也脱不了关系的 你想太多了 这不关你的事情 你赶紧回去吧 我好多事情要处理呢 蔡警官 报告 长官 这不符合警力 怎么了 护送嫌犯的警力太少 这万一中间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根本来不及救援啊 那你的意见是 我建议 增派警力护送解压车 如果可以的话 我允许随车出发 如果部署的警力太多 连谱还会出现吗 可是我们不能不顾及 嫌犯的安全 用它去当诱饵吧 不错 有进步 不过还是太死脑筋了 记住 非常时期又非常手段 可是学长 这万一中间出现什么状况 你会接受到更严厉的陈处 好了 这件事情不用再争了 蔡警官 请信任你的长官 服从命令 坚守属于你的岗位 好吗 是 长官 女帝带你 对了 唐小姐呢 走了吗 唐小姐她 找人呼送她离开吧 是 各位 这次行动的目的 就是要捕获 有可能出现的脸谱 绝不容许任何失误 明白吗 明白 现在 将一切通讯设备 全部上交 是 是 长官 所有这张禁止都完毕 没有发现信号异常 好 准备完毕 出发 认识 好 护士小姐 辛苦了 请不要害怕 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的 上车吧 等一下 请注意安全 消防 消防 你还没有 怎样 快 我去救我出去 来人啊 来人啊 送我出去 快送我出去 放我出去 有没有人哪 爸 老爷子 你说我让你装病 你怎么还真病了呢 剪子知道了 肯定都担心死了 赶紧好起来吧 入口红灯 右转上新山桥 是 长官 前方路口设账 转到纪念广场 喂 骞泽 我 我现在真的去机场的路上 当然是为了把你老爸 送到新加坡看医生啊 驾车 家伙不容易嫌弃哭哭 混上救护车的 好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把老爷子 平平安地送到飞机场 喂 快 关键时候没电了 唐映在车上 就把我们在车上 这南寨哥都打了 怎么离机场那里 bleach Hola 您好,有什么事吗? 洞311,职训结束,局法回分局 洞311 收到 郝先生,这次是我们的失误 没料到检察长他会半路杀出来 自责的话先不说,说说你们的想法 是 现在董事长已经进入了保外就医的程序了 给我们的时间就充足了很多 可就警方的行为来看 他们好像是在故意拖延去往机场的时间 董事长从被警方扣押的那一刻起 就主动把药停了 其实他是在为我们争取时间 我们要明白他的意思 是 我也研究了警方透露出来的证据 单据司法条例而言 他们只能在涉黑问题上做文章 我们可以先将其他领域的污点抹住 淡化民众对此事的不利看法 然后再集中力量 处理涉黑事宜 争取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既然有了方向那就快去做吧 记住 兵归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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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311的水光车在蓝粉的途中 突然变更方向 目前往机场前进了 相关的监控画面也进场点行动组 请指示 余儿终究远不住要上钩了 各部分注意 立即启动B计划 0311 0219 0235 0332 请注意 现在站被调入众案庭 协助行动 等候 总部将为你们连接众案座电台 注意 押解车即将经过明星轩路段 请沿途几粒 协助护送 重复 押解车即将行驶明星轩路段 请沿途几粒 协助护送 收到请回答 0235收到 0332收到 0311收到 0219 押解车位置两千米 请指示 0235将以目标格道并行 请指示 2332 在目标前方三千米中 行证全行 请指示 0311收到 0311即将输入目标路段 请指示 上钩了 请问到加密频道 准备捉鱼 赶紧 如何不能进入警方的圈套 警方的目的我心知肚明 但现在不一样 唐印也在车程 唐小姐 怎么了 实在不该把唐印牵扯进来 请师父理解 唐印的手机断电了 现在我条件有限 无法正常启用 植入他手机追踪器里的备用电源 我需要入侵更底层的通讯网络 请对我开放 如果老爷子和唐小姐 你只能就一个 你怎么选择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老爷子的意思是 你要救自己 是 你可能会遇到意料之外的人 自己保重 服务器开始对您开放首权 谢谢师父 长官 你先问他灾病模式 为了防止暴露 我们将暂时停止跟踪 你按照信号灯的指示 继续前进 记住 安全大于一切 保护好车上所有人 必要时 立即弃车 是 长官 注意安全 所有协助人员 停车辆请注意 立即停止行动 由重案组人员全面解放 长官 约布出现了 行动 起步 好 连前进填除 sealing 快 落ゾ 不用离开 这么巧 不用离开 不用了 行动 长官 他跟太近了 我甩不掉 一定要稳住 按照规划路线行驶 把连虎带到包围圈 什么 护士没有上车 那车上的人是谁 是唐义 唐义 车上的人是唐义 你们怎么办事的 连个人都看不好 帮你 想办法停车 我想办法再护士行驶 给我救护车的画面 指挥车 马上跟我会合 把我下车 跟我走 请不必有任何异强情况 知道了吗 下车 快点 下车 下来 下来 快点下车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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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命了 别害怕 他穿了防弹衣 死不了 快点下车 不下车也好 那就照个好老头 他必须活到把球门正式转给我们之 待着 快点 长官好 快 干擦目标 是 先生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唐义在救护车上 蔡警官 你不是看着唐义吗 我 切完救护车的监控画面给我 是 来 给雷警官看看 你们看见老子上套是不是很高兴 你不得行 妈 人家一个女恨似的不如 我们下午 快点 扶快 滚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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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命 游破 你 把命 看看 我 对不起啊 老爷子 好像又是我连累你了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剪子 答应你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我也会保护你的安全 不会让你受伤的 报告 救护社提前提酒降康房区 所有人注意 立刻追系脸谱 记住 一旦遇上交手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以谢以堂小姐的安全 为第一考量 是 报告长官 我们实现分配的警力不够 现在立刻马上 调派所有警力搜寻 快 报告长官 网站事件之后 我整理了一下 岛上的所有监控盲区 已经确定有二十四个 目前救护车 设立在四号盲区 而四号盲区总共有三条路口 我们只需要部署 请依在这三条路口中间拦截 兼顾着草木寿木的包围 好 马上按照蔡警官的构图 布置下去 是 是 蔡警官 有情况 有人攻击南脑的卫星通信系统 这种攻击成本很高 但效果很在意 就是入侵底层的通信系统 操纵已经关闭的手机 思路灯就曾经披露过 FBI这种技术 奇怪 联谱都已经出现了 谁会费这么大力气 做这件事 能继续监视吗 不行 从对方的攻击速度来看 他们的设备和技术 都极为先进 我们做不到 没关系 先继续监视 解决联谱再说 好 老爷子 继续装睡 我们现在被换人劫持了 新加坡方面已经安排好 直接把老爷子送到机场就行了 他的身体确实需要治疗一段时间了 我知道了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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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义 快趴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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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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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长官 在盲区的名用摄像头上面 发现了救护车五分钟前的影响 发现是东北出口 锁紧西北出口 所有人员朝目标移动 老爷子 你放心 我一定平平安地把你送到机场 老爷子 没事的 锦子不会有事的 他比我们想的都要厉害 对不对 给我彻底的搜 把连符给我找出来快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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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서울 是 是 le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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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是 对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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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音 好 开车去 谢谢 丧荡 这次多亏夫人出手 把重要的证据磨出 这个情 丘门记下了 郝先生 您言重了 能帮得上詹爷的忙 那是我的荣幸 朕伯伯 您终于醒了 孩子 你受苦了 没事 只要您没事就行 你真是个好孩子 你别太夸奖我了 我啊 我只对好孩子说真话 你人美 心更美 就跟这个手链一样 你要好好珍惜她 保管她 知道吗 嗯 我会的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送给我的 可惜 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哦 好了 张老爷子 你飞机应该也要起飞了 我就不耽误您了 我相信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 嗯 走吧 我 大小姐 哥 哥 你忍着点 没事 哥 你忍着我 我给你处理下口 哥 初晨 我没有 多久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了 四年三个月 二十八天 你惊喜 还是那么好 哥 一会儿更疼 你要是忍不住的话 就喊出来 那是个小子 因为 你以为 我跟你压弄吧 怎么 知道了 怎么样 找到脸谱了吗 又被他逃走了 怎么会这样呢 明明就 我听我行动组的同事说 他是被他同伙给救走的 同伙 怎么可能呢 什么怎么可能 不是的 现场还发现了一辆越野车 所以车是谁在驾驶的 我 你 方小姐 你干吗 你 你冷静点 是剪子 对吧 他 当时会保护好自己呢 护士小姐 不好意思 麻烦帮我 挖得真听筋 尽量调大一点 她太累了 唐小姐 你不会找到箭子对吧 你们一定会救她的对吧 没事的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跟学长通报一下 小心啊 学长 麻烦帮忙确认一下 连活同伙人是否行动方便 什么 受伤受得不轻 那样子脸谱真的是把镜子给挟持了 是我知道了 我会马上回去的 你 逞强 我是你大哥 最疼我都得人症 是 我锁头哥最厉害了 手伤就别臭了 我给你拿香药 我用翻译 对了 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 什么事 我是应该叫你剪子呢 还是应该叫你脸谱呢 亲爱的弟弟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剪子 起来 六 起来起来 起来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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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今天那么多人打你 你怎么不还手啊 妈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只要有人敢打你 你就狠狠地打 人多 你就抓一个打 打得他们疼了 怕了 就没人敢找你麻烦了 再说 这不还有我的吗 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阿妈不喜欢我打架 你阿妈又不知道这个社会的残酷 弱弱强食 强者生存 你不打别人 别人就来打你 要想不挨打 就得做最强的那个人 可是 阿妈真的不喜欢我打架 你气死了 所以以后 要我来照着你了 谢谢哥 跟我还说血 咱们可是兄弟 嗯 兄弟 哥 虽然我打架不行 但不过自博还是没问题的 行啊 臭小子 真够聪明的 哥 你闭嘴 我没有脸谱这么厉害的弟弟 真是李真是藏了一首好旗啊 我怎么也没想到 兄弟里最废物的那个 确实最厉害的那个 你 也怪我所得自己眼下 我没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哥 父亲那么器重你 你还想得到什么 他不是我父亲 我也不是你哥 我为了邱文 我为了他 我出生入死 他不还要置我于死地吗 你呢 我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的 我明明身怀绝技 冻茶医尽 却装着一副 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你他妈打我当红爽呢 我没对不起父亲 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你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吗 你三番五次的坏我行动 叫做没对不起我的事吗 你他妈杀我的女人 叫做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 你女人 是谁 谁 杀人太多想不起来了是吗 不是说脸谱出手 从来不伤人性命吗 都放屁 对呀 对呀 你不是喜欢唐印吗 他要是值得你杀了他的好姐妹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你说 是谁 是谁 他不是你杀的吗 你放屁 警察公布的那个视频里 那个脸谱射计不是我 那个视频我调查过 被高手修改了 还是百分之连 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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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去 那你就开枪吧 即使我死 我也要证明 沈哥可不是我杀的 金脸谱没杀 钱 钱脸谱也没杀 那是谁杀的 警察吗 谁 没有 如果 真是警察的话 你信吗 家手是我那个坚子弟弟说的 我就信 连谱说的 我能信吗 唐映怎么样了 他刚处理完伤口 正在挂底地 我请他先休息一下 出来做口供 李警无关 杜查组接到举报 你在此次对邱门集团的行动中 涉嫌多次违反警队和司法条例 现在请你接受调查 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这万组的行动 难道你们杜查组还接受化假的 杜查组 除了问又还在干什么你吗 就是 男子业 男子业 都行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就是吧 督查组有权对任何涉嫌 违反司法条例的警务人员 进行调查 我建议你们再去学习司法条例吧 免得被人笑话 你说的吗 你 大聂 你想挑起警厅内部矛盾吗 督查组的同事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跟他们走 大家都配合一下 谁也不让谁为难 可是长官 你又没有做错 你凭什么让他们调查 对啊 凭什么调查你啊 凭什么调查 就是了 凭什么调查 好了 为了我们南岛的法律正义 李警官 请吧 这次帮詹事理清除污点 真的没有问题吗 帮他 他 与其说是帮他 倒不如说 咱们把自己从这件事情里给摘出来了 可是这是个好机会 机会 詹事理所展露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的实力 在没有完全的把握之前与他为敌 那简直就是不明之与你 那简直就是不明之举 但这样 李勇基会对您心生见习 我不过就是试试看 他是不是先敷的一招暗器 不过看他这么迫不及待 想要扳倒詹事理 他日后一定可以为我们所用 这一次 就当是引他出来 那些废物呢 锁头说 凡是拿枪指过他的人 都不会留活口 他是念在您的旧情上 他不过挑了那些人的手劲 我在秀儿书包里面发现了这个 他说让您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 念旧 念旧就是他最大的问题 有他的下落吗 已经派人在追查了 给我留活的 是 杂碎 用秀儿来威胁 别怪我不给你留后路 我去找厅长 问他到底要把我们隔离到什么时候 别去了 没用的 厅长说了 在调查没清楚之前 谁都不能离开 调查 这口供一个人要录一个小时 我们这案组这么多人 这录完都什么时候了 等着吧 投入自己都下命令了 我们能怎么问 一直听说 众案组的咖啡是紧听一绝 看到李警官现在的样子 我信了 只是不知道您的下属们 还能不能像现在 您这样悠闲地喝咖啡呢 五毒茶 大家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那我就直接点 以你的经验和判断 如果歹徒想要从警方手中 截走一辆被重重保护的救护车 需要多少人力和武力 每个案子的发生 都有不同的状况出现 没有如果这种虚无的假设 那我就再直接一点 以重案组今时今日的武装配置 任何歹徒想要从你们手中 截走一辆救护车 几乎不可能 除非那辆车根本没有防护 并且主动选择了最远 且最具监控漏洞的道路 对吗 李警官 在这次案件完全结束后 我会亲自将这次行动的 部署细节整理上交 现在无可封告 这次的行动是由你主导 并带领整个重案组实施的 请问在行动之前 你是否将整个部署计划 上报过厅长 在我办公室有检察长的授权书 上面明文指示 我有制定并指挥这次行动的 最高权力 无需向任何人上报 武毒查要去鉴定一下吗 武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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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品尝应该多喝点 如果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走 我怕李警官 还得再委屈一下 我没事 你快走吧 走 我听师傅说 锁头哥死了 我真不敢相信 我的锁头哥怎么会死呢 是啊 锁头死了 老爷子千方百计想让他死 他敢不死吗 但是他不甘心 所以他就算是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也一定要活下来 他要亲手拿回属于他的一切 我听父亲说 你把大宗哥杀死了 我当时就想 如果你能活着回来 我一定要当面问清你 财富和权力 就这么重要吗 当你杀死一个 同甘共苦的兄弟的时候 你眼睛都不会炸一下吗 炸 怎么炸呀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为了变成 战士里心目当中 接班人的样子 我处处模仿他 始终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我也想问问他 他派先生来杀我的时候 有没有念及过 哪怕一丁点的父子之情 我真的不明白 到底怎么了 对不起 我跟着你 魅力 魅力 曲奇 快点 你怎么怎么在那里 你怎么在那里 你怎么在那里 第二个 可爱 我怎么在那里 你怎么在那里 艳术 我怎么在那里 他要不在那里 也一样 人美心更美 你要好好珍惜她 保管她 知道吗 嗯 我会的 唐燕 我出去一会儿 晚暖来回来接你 你出身贫民区 自小就见多了你的家人和朋友 被地痞恶霸欺凌的场面 联考前夕 你的父母在抗争某集团 拆迁的过程中被误伤 你家里所有的钱 都被拿去给他们治病 因此你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后来据说 在某慈善基金的资助下 你报考了警校 并以当年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除了这些 还有多种依据表明 你针对邱门集团 那些合法企业所做的行动 不过是你登上高位后 公器私用 对那些掌握权势和财富的人 挟私报复而已 李警官 这里是南岛 不是你的家乡 你想要报复 是不是选错了对象 有些话说出口是要负责的 小心祸从口出 李警官这是在威胁我 我能升到今天这个位置 是经过严格的品格审查 我不会因为个人因素 去诬陷一个好人 当然 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那你承认在这次行动中 参大个人因素吗 证据确凿 没必要 未必 其他机构已经证实 你所提供的那些资料 大都查无可查 詹董事长 是合法商人 合法 在你们眼里还有法吗 我想李警官 还需要再冷静冷静 那我就不打扰吧 对了 李警官不要再负语顽抗了 早点交代 对大家都好 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为你的下属想想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嗯 嗯 好 蔡警官 哥 回头吧 我可以向父亲求情 你给我闭嘴 老子不需要你同情 你不需要吧 我和酒店 你不需要你 没关系 我感觉我 我不需要你 我会想要出海 你一个人 找到海 有没有关系 帮你 这条人 可是还天真地以为 那些作案任务的兄弟们 功成身退 才过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他们 父亲他跟我说 父亲说 我心爱的弟弟 知道什么样的人 最能保守秘密吗 不可能 父亲答应我 一定不会反悔的 你们可能是误会了 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个兄弟 做任务死了四个 除了你跟我之外 剩下的在哪儿啊 全死了 我 剑子 你骗人 还记得你啊刀割 从小我们三个关系最后 他是我送走的第一个 战事里就站在我的我 我知道 我不杀拉刀 他就要杀我 我真的害怕 我的手都在挖的梦 我为了让阿刀走得痛快 我对待他的证 一刀 两刀 我整整扎了六刀 才割断了他的东北 你闭嘴 你不要再说了 我都学了啊 我原来杀人从来没剪过那么多的血 我到现在都记得阿刀看我的眼神 他好像在说 苏头 你现在明白了吧 后来我才知道 大吉是阿刀送走的 大吉是阿刀送走的 龙头是大吉送走的 这才是邱门的真相 不可能 不是这样的 不 不会 原来 是一种养猎犬的方法 把一群刚出生的小猎犬 关在一起 不给赤虎扔他们自相残杀 剩下的最后那一局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杀的兄弟越多 我就能活到最后 这就是战事里养我们的梦 儿子 口屁儿子 我们不过是战事里养的一群联工 一群只能咬到那儿的疯狗 我以为阿忠呢 是我杀的最后一个 我以为我不用杀你 你是我最亲爱的弟弟 你活着 我才感觉自己像个人 可是我没想到 你真让我伤心哪 你真让我伤心哪 不是犯人 武督察交代过我 你们谁也不能见 督察的条例我也学过 怎么 要我向检察所投诉你们吗 别让我拦错 我只是说两句话 你别说话 听我说 现在局里的情势很复杂 我跟李警官都被隔离了 你出去外面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待着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关于案子的事情 还有 你们要相信李警官 记住了吗 你够做的 你听我说啊 他们要找到那个什么鞭马器 真的在我手上 可是我 成衣快跑 跑啊 湯小姐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想要剪子活命的话 就一个人带着编马器给我过来 不错 去 岁爷 我们来了 你们四个去照顾小少爷 是 小心点 小少爷可跟原来不一样了 准备迎接贵客 是 你觉得 你的唐小姐会孤身犯险吗 没想到这编码器转了一圈 终究还是到我手里了 这是可可拿命从老爷子那儿 给我偷回来的 有了他 我就掌握了秋门的明白 我就掌控了秋门的一切 包括詹世里的狗命 剩下的 就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我女人死了 东西却在你女人身上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放心 他要是真来了 哥哥我就放你了 我送你最后一程 她要送你 我送你 索颜 您到了 有请 联谱 我来了 唐小姐还真的自己来了 果然够淡色 少说废话 剪的呢 是你 可光做完了 林警官呢 警官 还在隔离室 这帮杜杀可真费劲 办件事来跟女人一样 行了吧 不都结束了 少说点呗 你去哪里啊 说调让我到证案组 不合规定 那我立刻会扫完组报导 什么 来 林警官 锦子被连复挟持了 我拿编码器去换人 地址 喊您入KO8传物码头 市场 那 Tanner 在市场 跟青警官 杨栋 很难兴 你都是兄弟 我很熟的朋友们对不对 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刚刚抓捕的一名冠犯 你认识 冠犯 我还认识 姓名 周志 年龄 我问你话呢 你聋啊 我问他 搞什么 我问他 是你 要 蔡警官 这么巧还要加班 别 别 别打 别打 你不是答应我 要改邪归真 怎么又来做这个啊 李警官 李警官 好久不见 你先别紧张 夫人说过 我们是一家人 既然现在您遇到了困难 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援 回去转告你们夫人 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得好 看来李警官是要单枪平马地去救唐小姐 会不会太草率了一些 她想干什么 不是她想干什么 而是你想干什么 如果不出夫人的预料 你现在应该一个警员都丢动不了吧 李警官 您有的是时间去考虑 要不要接受我们的支援 但唐小姐现在身处险境 她等不等得了 就不知道了 看来 你们对唐易也很在意 您放心 唐小姐跟我们夫人是朋友 这一点跟李警官您一样 如果李警官执意要亲自去救唐小姐 夫人给你准备了礼物 以表诚意 别的事情以后再说 好 剑子呢 鞭马戚呢 先把剑子交出来 还挺情深义切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如果我现在把鞭马戚给你 我和剑子都活不了 我还真想瞧你呢 把小少爷请出来 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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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傻啊 别说废话了 小皮 一会儿 你把他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啊 就是打了一针麻醉剂 我这个弟弟可不简单哪 我得保险起见 是这样的吗 剑子 好 让他们都出去 是 想要变马戚的话 咱们单独探 可以 我都听你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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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